詞曲 李宗盛 二十七年來第一次在大東文化中心展覽 等於是我二十七年來一個回顧展 所以這個作品非常的多元 包括從寫實、寫意、抽象、意象 包括木雕、鐵雕還有桃雕跟石雕 這個都是二十七年來我對於生活的一些感悟 或者對於生命的一些覺醒產生的一些作品 在大東文化中心展覽 在大東文化中心展覽 大概各位好朋友都知道 他之前曾經過因為身體有非常危急的一段時間 但是學了這個意境經以後 他現在的這個身體 我常常看見 像四十歲多年 根本看不出來他現在的年紀 各位說對不對 而且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 所以我不曉得大嫂會不會擔心 有請他一邊在學功夫 在練功、在練內力之餘 還能夠在畫畫裡面 有很好的一個成就 所以在這邊特別代表市長 祝福我們的這個文動兄 也期望您這個功夫可以越來越精進 然後更有更多的這個精采的畫作 能夠來讓我們來欣賞 那最誠摯的祝福 祝所有今天到場的嘉賓 身體健康萬事都如意 謝謝 黃昏棟老師呢 我想他從書記官的生涯 一直到他退休 到他從意境經開始 他唯一沒有間斷的就是畫畫 就是他的藝術的生命 那這一次呢 我從樓下這樣一直看到上面來 看到他生命的歷程 在他的畫作當中都一一的呈現 那麼他說他自己是一個生命的行者 我想這並不為過 那我們也祝福他這一次的展出 能夠非常的成功 我相信也會非常的成功 因為來了這麼多貴賓 以及在法界學了這麼久的法律人 能夠在工作上面 把他表現在他的藝術作品中 我想沒有其他人了 那再者他對台灣的藝術家 非常非常的支持 過去他每一年支持30位藝術家 他全程支持到國外去展覽 這個我也是那些非常感動 非常謝謝 這幅畫我喜歡是因為 他已經快失敗了 我已經不喜歡這幅畫了 但無意之中再重新一次破墨以後 就讓他賦予生命了 所以我常講說 有時候就是自此地而後生 這個就是做看引起時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山窮水盡了以後才有 所以有時候這個所謂的意外的驚喜 就是來這裡這種不經意的偶然 我的學生送給我的一塊那個老的章木 那我拿到了以後 我看這個造型還不錯 所以就是依其形順其意雕其神 然後從我們這邊看 所以我這個叫相由心生 我們從一個人的外貌就可以看到了解他的內在 這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所以你看他這邊是像一個天使一樣的東西 可是 就轉過來 可以看到他一個非常真名的面目 大多文化中心展覽是從今天的9月19號開始到10月7號 是在大多文化中心的二樓 歡迎各位先進老師或者一般的朋友來跟我指導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